你说苏季那孩子如果要没掉的话 现在都会笑了吧 所以我想啊 这回呢 不能让她嫂子再出任何事了 明白吗 是是是 我理解你这个雨上回的事 你这个心存顾忌是吧 但是你说他们这怎么 这怎么住下去 难道还要一直折腾孩子生下来 不是 这样的话那可真是有点 我跟你说 你对他们 反正我以后不再说你 你心眼小 你太小气 说老实话他这么折腾 我都有点受不了 可怜的音乐家都受不了了 好 放心吧 生完孩子以后 不可能跟他人住一辈子 对不对 到时候再让他们走 反正我今天晚上啊 能睡个好觉 要不然给你俩个面球 你身经散弱 我 我行 我没事 打雷我都没睡得着 睡吧 睡吧 你好了 睡个好觉 睡个好觉 睡が来 睡觉 好 我肚子里的孩子饿了 我要吃早饭 我肚子里的孩子饿了 这 你也听见了 这也不管用 你这 你这 天 起来做饭 你想吃什么 我起来做饭 这小孩的东西实在是太可爱了 你看那么像 来 你们上台看看 也不知道大哥这回 生要生男孩还是女孩 你说怎么要买 买男孩还是买女孩的呀 姐姐 心情不错呀 你说大哥大嫂终于找到工作了 而且大嫂还怀孕了 真是好事啊 反倒呢 让我最担心的就是你 身体要恢复得差不多了 赶紧来上班 公司一大堆的人在一起呀 你还能好点 走吧 这次客户呢 反馈过来的信息 我们的活动办得很成功 在这一区的专柜呢 很明显销售量增加 还有代理商的数量也增加 所以代表我们这次的活动呢 办得非常好 希望下一次的活动 我们用一样的冲击 好吗 好 那没事了 散会 苏晴 你帮我饮一两杯 好 谢谢 余总 我想跟你说点事可以吗 你说吧 我不知道 你对苏晴到底是不是真心的 我希望您跟她保持点距离可以吗 我也很担心苏晴的 我没别的意思 苏晴呢 她是一个很重感情的女孩子 当初她为了爱好才留在这个城市的 结果没想到爱好却骗了她 这件事情对她来说也是个很致命的打击 我想她到现在应该还没有恢复好呢 你这时候出现 应该不是一个最好的时机 而且我是她的姐姐 我觉得你们 你们不是很合适 苏晴啊 苏姨 您可不可以 可以跟她保持点距离吗 对不起啊 余总 人家 一起 踩 我去吧 好吃吗 我阿姨 这大白天呢 您走路也没个动静 吓死我了 您倒是在动了我的胎气 手里拿的是什么呀 阿姨 我这不会白吃的 我肯定会给你钱 我没那么小气 不是在乎你吃这点东西 可你现在怀了孕了 吃这种刺激性的东西 一点都不好 没事 我吃都吃了 看看 你这怎么流血了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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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 你可千万别是小产哪 走 我带你去看一看 不会的阿姨 没事 咱们还是去医院 没有阿姨 真没事 不用去医院 那么兴师重重的 都出血了 还能说没事吗 不是 阿姨 大嫂 苏靖当时就是属于我的叔父大姨 才出了那么大的事情 你别替我多后悔了 咱们不能犯第二次同样的错误 赶紧跟我去医院 医生看完之后就放心了 肚子疼 阿姨 我肚子疼 不行 阿姨 我得赶紧上去 你别跑 别跑 挖心大春雪啊 天哪 这 这 不着急 太急 太急 了 太急 别跑 并豫 你赶紧回家吧 出大事了 你回来妈再跟你说 你看 苏靖她大嫂 你没事吧 没事 你赶紧出来 我们带你去医院 不用去了不用去了 你别碰我 快点 我胖你怎么检查呀 没了 我不用检查 你别碰我 你别碰我 太夫 检查完了 你别碰我 你别碰我 太夫 检查完了 他情况怎么样啊 他这两天是不是情绪不稳定 容易焦躁啊 他倒是天天这样 他到底怎么回事啊 为什么会流血 他没怀孕 是来立嫁的 谁说的 我怀孕了 你别瞎说 我是医生 还能看错吗 阿姨 我真怀孕 我真怀孕了 阿姨 你听我解释 你听我解释 有什么好解释啊 你还怎么解释啊 你这是存心骗我们 你到底为什么 何明 咱们走 阿姨 你现在就给苏静打电话 喊你爸 看苏静他哥 叫他们回家等着 剩下的事情 交给我 阿姨 你别走啊 妹夫 我 你电话里很神奇啊 是啊 我又回来了 阿姨 走走走走走走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电话里漆成那样啊 苏静他大哥 他大嫂 我给你们两个半个小时的时间 把你们房子收拾干净 走 看在苏静的份上 你们要想留在北京 我按原来答应过你们的 前三个月的房租 我帮你们付一半 你们要是回老家 我现在就给你们买车票 您别轰我们走啊 阿姨 咱们不是一家人吗 有事好商量啊 马上就走 不走的话 我打电话报警 妈 您别激动啊 我给您倒杯水喝 妈 苏静你可算回来的 您得给我做主啊 怎么了 你婆婆要把我轰进去 妈 到底出什么事了 我嫂子肚子里还有孩子呢 就是 我说的就是这件事 你们大伙都在 那我就把话说清楚 她根本就没怀孕 我跟贺明陪她去医院做检查 我跟贺明陪她去医院做检查 她根本就没怀孕 这是诊断书 你们自己看吧 赵姐 你真的没怀孕吗 对 我就是没怀孕 我就是骗你们呢 这有多点的事啊 你至于护我们走啊 爸 是因为你怀孕 我才让他们留下来 我才前后认认真真地 这么伺候你们 就是因为当初苏静 出了那个事情 我心里害怕了 你可倒好 从头到尾都骗我们 你们走 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们两个 你凭什么赶我走啊 我今天就到底要看看 你怎么能让我们走 你们不走是吧 打电话你报警 我 妈 您您您知道我跟他们说 没什么好说的 不走是吧 拿来 别拿来 你报警就报 警察来了 我也跟警察说 我就是住在我妹妹那儿呢 这警察还能拿枪把我抵出去啊 跟我这耍无赖是吧 我告诉你 这是我的房子 这房产证上啊 没有苏静的名字 你们更没有资格 我爸总的房子不送 给你们一分钟 如果你们不决定搬的话 我就是打电话报警 五十九号 五十八 五十七 苏静 你真就这么看着呀 你快点说呀 妈 妈 打什么电话 还叫警察 这都自家人 这都是笑话嘛 我告诉你自己 我这个婆婆 对你可以说是人之意尽了 你看看那墙上婚前约定 这房子没你的产权 他们两个都乱在这儿 这件事情 我坚决不能妥协 十 九 八 七 阿姨 我们吧 你疯了 你跟他们是一伙的 你行了吧 连怀孕都是家人 你还要这么两边留下来 你给我走 三点就走 你给我走 信不信我爸一声 说出来 我让你让妹妹知道 她见了什么 你胡说八道什么 老婆 走 你给我胡说八道什么呢你 别动他 嫂子 你说什么 没事 没事 你让嫂子说 你知道你大哥这条腿 是因为什么瘸的吗 赵俊 是他们先对不起咱们的 你为什么还要护着他 你大哥这条腿瘸 都是因为你害的 别 别听他 小的时候他就是为了救你 才被车把腿给撞瘸的 你知道吗 你哥哥是拿命护着你 后来把你知道的内疚没有告诉你 可你呢 你现在竟然敢把我护着你 让我给你大哥赶走 你知道你大哥 这条腿如果没有学的话 现在上大学的人应该是他 我们治理魂得这么惨 治理现在第三下的球里吗 张家 你说什么呢 你敢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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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我出事的时候我还想 什么都不记得 我真的没想到 事情的真假是这样的 是我害了大哥 小老婆 不哭啊 这只是个意外 你别太自责了 好吗 我怎么能不自责呀 我每次看到大哥的腿 一拳一拐的我恨不得 我多希望一拳一拐的人是我呀 浩天怡 为什么这样对我们家的人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待 行了 我们绝对不会让大哥 流浪街头呢 我一直想保护我家里的人 可是到头呢 这是我一直在伤害他们 我一直在伤害我家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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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该报恩了 我到底要怎么做你才满意 你什么都别做 只要听我的我就满意 老婆 我们走吧 你也没有怀孕 已经把事闹成这样子了 你有什么怨气也该散戒了吧 我们出去租房住 或者回老家 咱别给他们添乱了好不好 不好 苏云我告诉你 从我来的北京第一天 我就没有打算要回去 如果你一定要走的话 那我们俩就离婚 赵强 你怎么是这样的人 你怎么能这样呢你 我这也是为你好呀 我们什么本事都没有 在北京多难呀 要是回老家 这一辈子就没有前途 再说了 我已经把事情都说了 要是走了 你妹妹心里更不好受 你说是不是啊 想跪你就跪吧 反正也跪不到几点 三年你就要去送牛奶了 我要睡觉了 起来看 去吧 你怎么不回屋睡啊 在这儿干吗呢 你怎么不回屋睡啊 在这儿干吗呢 妹子 你怎么不回屋睡啊 在这儿干吗呢 哥 对不起啊 都是因为我 你才变成这样的 妹子 过去的事就要那过去吧 大哥早就忘记了 到今天为止 大哥也没有后悔过 你说缺一条腿 和失去一个妹妹 让我今天选择 我肯定还会这么选吗 我相信 如果换成你 你也会这么做的 我们是一家人 心都是一样的 别哭了 别哭了 快点睡吧 好 谢谢 这么说你大哥和你大嫂 就这么又继续住下去了 我怎么觉得你大嫂这次来者不善啊 选择这个时候跟你说你大哥的事 不是逼着你让你让他们住下去吗 我真的觉得他太占便宜了 就属于那种知道无同人流打折 也想去怀个孕的那种 赫明儿也这么说 可我总觉得你说我们家又没有宝 他这么做图什么呀 而且他现在又跟我说 我大哥当年是为了我才变成这样 我心里就够内疚了 我怎么好提这些事情啊 你看看你 你现在看看你自己 典型的一副旧社会 受苦受难小媳妇的脸 你根本就无法理解我的感受 我一面是婆婆 一面是我大嫂 我现在是左也不是右也不是 我都敢崩溃了 这办法是人想出来的呀 我们家要来这么一煮 肯定一脚把他踢在前 让他三天都出不来 谁像你这么狠啊 我跟你讲 你也觉得是太简单 你都得让三分 陆海我是为了你才原型毕露的 好不好 我告诉你啊 你现在是要结婚的女人 你不能再这么打打杀杀的 对对对 你那事你跟陆欣说了吗 我们别提这个了 我没说 你干吗不提啊 我不知道怎么开口呀 我跟你讲 你不知道怎么开口 你得跟他讲 以后他是你的未婚夫 他有权利知道这些 而且有些事情你早提好 真的 已被医生宣判色情了他 究竟与癌症经历了怎样的抗争 才创造了千万分之一的生命奇迹 用了七年的时间 女癌细胞抗争 在之后的四千三百八十的女癌症抗争 等等议演绎后 最理想的是公众癌症 是啊 那么痛苦的一段经历我都过来了 第二次面对 我应该更淡然一些 我在害怕什么 如果陆欣接受不了我不认的事实 那我也应该坦然面对 救出他的世界 关上自己的门 这么做 是对的 没 是我 你在哪儿我一会儿想去找你 好 一会儿见 这就是你选的产品 谢谢啊 用完再过来好吧 好的 谢谢 行 拜拜 拜拜 再见 喂 这谁家的大美女啊 跟天仙似的 亲爱的 你刚才干吗呢 跟谁洗皮笑脸呢 你说谁啊 她呀 这不是做生意的吗 这叫假的 这也真的 你做生意还卖笑呀 你来又是来损我来了是吧 我想跟你说个事 你什么时候方便我请你喝咖啡 随时 亲爱的 你这都玩了有二十分钟了 这 这就是一杯咖啡 对 陆青 结婚前我想跟你说一件事 你说 你 你不会是个男人吧 你能不能认真一点啊 认真一点 你是三个孩子的母亲 我要是真是三个孩子的母亲 就好了 我有病 我知道你有病 而且病得还不轻呢 我得了卵超早睡 什么 什么 什么睡 医生说我可能生不了孩子了 你听我说这个病是我去年查出来的 我后来一直在吃重要调理 医生说我还是 还是还是有希望康复的 有希望 对 也不是百分之百的希望 那你为什么不早说 我害怕 害怕你离开我 可是这件事我想了 想了很久 我不能害你啊 陆青 不过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没事 你现在最重要的是养好身体 其他都不重要 谢谢 我 你没想到 你怎么得到 你也不得到 你感到 你怎么会 你不得到 你得到 你怎么会 你不得到 你也不得到 你怎么能干的 他就会 这事你早知道了 早知道了 你怎么早知道我呢 那你什么意思啊 那我早告诉你了 你早跟她分了是吧 不是 你还是那呀 我是觉得这事 那是不是得人女孩亲自跟你说呀 再说了余思这病 也不是说就治不了 对吗 对了 这事确实是余思青的大意 是吧 还真不见得 什么意思 他之前那个男朋友啊 就是因为这事跟他分手不住 而且因为这事 他自杀 自杀 亏了发现得早 从此以后 他就再也不敢谈恋爱了 你知道吗 直到碰上你了 当然了 通过这事 也可以看到 意思是这 小子 知毒吧 走了 走了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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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快过来 我跟您说点事 阿姨 这冰箱这库存真不够了 咱这一大家子人呢 这冰箱里填满了 是不是 苏靖她大嫂 你听清楚啊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 死其白来的非要在这儿留下 我之所以放过你 是看在苏靖的份上 也是看在她大哥的份上 你不要在我面前 摆出一副恩人的姿态来 苏靖的恩人是她大哥不是你 今后你要是再生出一点是非来 我向你保证 我肯定会把你从这个家清出去的 你别喝了 怎么着啊 那天我给你打电话 你怎么没接啊 你可不知道苏靖她婆婆 那真是不好惹 你看那架势 幸亏那天我集中生枝 要不是完蛋了 我的姑奶奶 我是让你想办法 把他们家搞散 我没让你想办法 天天跟他们对着干 就冲你这种横生直往 吃到有天你得把这事给我弄砸了 行行行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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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的时候吧 人生中总有那么一两件傻事 是在自己觉得不傻的情况下办 世上像我这么聪门傻 对对对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你想啊 现在他们家做主的还是李雪芝吧 那你首先呢 就得先把苏靖给稳住了呀 你在他们家待了那么长时间 你不可能不知道李雪芝是什么脾气吧 她就是典型的吃软不吃硬啊 你这硬过了头来 你偶尔给她尝点甜头 得 明白了 行 明白就好了 你以后啊 别再烦二了啊 这 这个呢 是我托朋友啊 从意大利带回来的 意大利 这不是 这你要是事给我办得好啊 你看看喜欢吗 天呐 太高级了 嗯 嗯 嗯 老婆 怎么了 你没见没有 你忘了放屁了 不是啊 你再说我也没放过包子味的皮啊 你闻 好像就是包子 好像就是包子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尝尝我这手艺 这粥也是我熬的 好 好 谢谢 那就吃吧 到会儿罢了 咱家那已经快了 贺明你别开玩笑了 这包子里没有毒 对 冬药也挺贵的 但是 您这突然这么起不来 不太习惯 挺有的 我平时就是爱干家务活啊 这不算什么 阿姨 您吃了这包子 这包子特别好吃 是 我就是想呢 你们照顾我和苏勇都这么久了 我们得报答你们呀 可是别的我也不会做 只能干点家务活 是 我以前是做错了一些事情 可既然大家都是一家人呀 你们得原谅我 给我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是不是 不对 你不是我嫂的 你说你是谁 快 从我嫂子身上走开 走 快快快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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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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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吃吧 谢谢 我还没刷牙呢 你不是也没刷牙呢吗 走 我得瞧瞧别再出什么事 ODK 干嘛呢 卫卫学修 干什么呢 不是 我觉得奇怪 我觉得这是太深了 你说你说这 这 这还是她大嫂吗 怎么不是啊 大活人戳在那呢 不是 她的变化怎么那么大呀 她是不是那个 那个 那个什么 人格分裂 你想啊 假怀孕被戳穿了 她这不可得变化 要不然谁还能容得下她 你可别让她这表面想想给糊涂 纯粹是演戏 不是 那咱们就不能拆穿她 拆穿她干吗呀 她大哥肯定是要留下来的 那嫂子肯定得跟着呀 对不对 这都好啊 天天在家里 咱能看活泡剧 你要高兴的话呢 现在给谱个曲 你为我谱那现成就有啊 哪个呀 这下把手乱啊 你看 我帮你弄不就完了吗 那更拐好 你起开 你别闹 你是天天派来装那捣乱的是吧 没有啊 一会儿陪我吃个饭啊 那你吃什么饭啊 找我媳妇去 媳妇帮我抛弃了 为什么呀 用什么为什么的呀 家里上上下下 所有人她都得操心 唯独不操心她老公 她现在完全就是一个党员苏大姐 这说不你没有魅力呗 怎么说话呢 我跟你说 男人他不是万能的 是吧 不然要女人干吗呀 能解决的事解决 解决不了 想别的辙 不就完了吗 对 我这不想辙来了吗 不是找你来了吗 我什么也还要找我上厕所 把我看着东西啊 你快点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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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呀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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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话 你说什么呀 我想要自己孩子 这总没有错吧 你早知道这事 你怎么早不跟我说呀 你要早跟我说 他有这病 我能今天这样吗 怎么着 不是这事赖我是吗 当初是我追的他是吗 不是不是不是 我没关系 再说了你这事 你接受不了你跟人家明说呀 你玩这一套算怎么回事啊你 我怎么跟人家说呀 你要跟我说他自杀过 你刚跟我说的啊 行 你就找借口吧啊陆清 你不说是吧 借口 我说 你干吗去啊 你不说我说去 别 你跟他说余思能受得了吗 那受不了也得说呀 你不能这么瞒着他呀 别别别 求求你了求你了 你别跟他说 那个 你给我点时间我跟他说 我 我把一切都说清楚 我告诉你 就你这种 割电视剧里面 头三斤就死了你知道吗 姐 不是有事吗跟人家 什么事啊 苏杰 你找我 是 有晚点儿跟你说啊 来 过了一下 走吧 千冬已经到了 好像是我 你怎么也找到 你怎么还ない 才是 你帮 le说 来这种 你帮助你 我帮助你 帮助你 你为什么要辞职 余总 我发现 我不大适合现在的这份工作 感谢你对我的照顾 这就是你离开的原因 我不接受 余总 虽然我来公司时间不长 但非常感谢你对教育和帮助 最近发生的事情太多了 我总是克服自己不去想 我还是会很在意的 这已经影响到我们的工作关系了 不是吗 但是你离职解决不了问题的 我们两个之间的感情 不是你离职就可以解决的 你懂吗 我真的不明白 我们已经经过这么多了 在一起这么久了 你还不明白我的真线 如果你真的这么讨厌我 以后在公司的时候 你可以无视我的存在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你离职之后你要做什么 你要怎么跟你姐交代 你要怎么为生 苏琪 你不要异性用事好不好 如果你真的很苦恼的话 以后我们所有正面接触的工作 我全部可以安排别人来做 我也不会去骚扰你 好吗 这封信你拿回去 继续工作吧 我已经跟人事部交代过 没有人知道你递过这封信 爸 再来 大嫂 什么 大哥出事获了 我姐电话打不通 行 行我马上过来 苏琪我的车 你去 我去 有没有拍过照 有 哥 哥 这怎么回事啊 你没事吧 你人没事吧 没事 手腕力 特别壮 对 我是受害人 你是她妹妹是吗 你看 我这车好好停路边 她骑那车回来光就撞上面了 还好我人没在里边 要不然还不定出什么事 你这人怎么说话呀 你这车就滑了两档 你有多大的事了 再说了 就是你这人坐这车上 也撞不死你 我怎么说话 你怎么说话 你怎么说话 你怎么说 这个小姐 这个 这位女士 有话慢慢说 咱们别去嘴 好不好 你先说说你的情况 民警同志 我真不是故意的 我就骑这电动车吧 我就有点困 就眼睛一花就把 这车给撞了 我 我真不是故意的 你说你这腿还有毛病 你幸亏了开得慢 你要开得快的话 冲到马路上 后果不堪设想 你现在都躺医院里了 知道吗 咱们不光开机动车 不能提劳驾驶 开电动车一样的 一定要记住 这位女士 你看这对方也是个残疾人 咱们出于人性的角度 能不能协商解决一下 协商好 协商好 实在实在实在是不好意思 你看我哥 腿脚又不好 又得养家户口 真的特别不容易 我看您这车就蹭了点漆 您要是买了保险 我们就赔您点维修费吧